好 那么这个AZ疫苗呢 分配到花莲总共有13500剂 那么花莲县是以第二类到第五类优先来接种 那么分别是在6月15号以及6月18号这两天来施打 而疫情呢是持续的延烧 那么它县市疫情期间更是传出了医疗的暴力 那么预理分局也针对暴力的行为绝对是依法严惩 AZ疫苗分配到花莲共有13500剂 花莲县以第二类到第五类优先接种 分别在6月15号以及6月18号两天施打 疫情持续延烧 它县市疫情期间更是传出医疗暴力 预理分局针对暴力行为绝对依法严惩 医护人员执勤时 以口罩、酒精、防护衣作为防疫装备 站在最前线守护人民健康 除了提供必要的巡逻安危 在现场维持交通秩序 若有违续事情发生 立即调派警力到现场搜证以及查处 依法从严就办 让第一线医疗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对抗疫情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